但是在我们苦仲领到这个收入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像我们的这个月的准珍珠新科珍珠林曆16年的餐厅老板娘 她也用了最短的时间六个月上聘珍珠为自己加薪七到八万 那在传统行业怎么可能做六个月老板就给你加薪八万的收入 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苦仲真的是不用很厉害 我们只要学会复制学会耐心的教导每一个伙伴坚持在这里 那其实大家都说做苦仲真的起码都要上珍珠 因为除了那一台宾室基金车没有那个宾室基金没有以外 其他的福利都在珍珠里面 所有的产值和福利都在珍珠 所以如果还没有上珍珠的朋友真的